在这场持续了9个多月的冲突当中 加沙地带的基础设施被毁 再加上乙军的围困 让人道援助物资难以运入 大量加沙的儿童 在卫生条件恶劣的环境当中 感染了严重的皮肤病 而当地近乎崩溃的医疗系统 又无法为这些孩子们 提供应有的治疗 这里是加沙地带南部城市 汉尤尼斯的纳塞尔医院 也是加沙地带少数 仍在勉强运行的医院之一 在这家医院的病房里 有着大量亟待接受治疗的 皮肤病患儿 这些患儿的母亲说 由于居住条件差 以及难以获得日常清洁用品 抵抗力弱的孩子们 身上出现了红色斑点 我们在家里用了洗衣服 我们没有提供给我们 在家里用的衣服 没有提供给我们的衣服 因为我们在家里面 患儿家长表示 即便他们能带孩子来医院就诊 不堪重负的医院 也难以为孩子提供治疗 有的孩子来医院 整整一天都得不到相应的药品 纳塞尔医院的儿科医生 法拉表示 皮肤病高发的主因 使卫生条件落后 他呼吁以色列 尽快解除对加沙地带的封锁 让人道援助物资运入加沙 以缓解当前的卫生危机 这些病毒也可能是很重的 这些病毒也可能会带来 大多生多大小孩 从医院的治疗 我们在家里面 我们都能帮助我们的工作 大家在做一些 我们我们有工作 我们想着带满 我们想着带满 到我们的世界上 我们的家庭 我們全都在某種程度上 我們全都在某種程度上 我們全都在某種程度上